大家好,我是飞的国画 这节课我们来画一个余美人 余美人在前面的课程里面 给大家已经讲解过这个余美人的结构了 它的花的花口是比较大的 然后枝干是很细很长的,纤细的 然后一般它的枝干都是弯弯曲曲的 姿态非常的优美 然后我们今天画一个接粉法 就是用两支笔来接粉 把这个余美人的这个花给画出来 然后我现在用的挤出来的颜料 一个是属红,一个是太白 用的是属红和太白 然后准备两支笔 一支笔是染色笔 一支笔到时候会沾白粉来接粉 然后还给大家说一下 我今天用的这个卡纸的尺寸是33 33×33的 我说的是画心尺寸 画心尺寸是33×33 卡纸的尺寸是38×38 然后我在开始画之前 让大家先看一下这个画面 这个构图 我要先从一朵花开始 然后随后把镜头调整一下 让大家可以看清楚一点 如何怎么接染花瓣 好了,这个镜头现在已经调整好了 还是这么大的纸 给它挪近了一点 这样大家看了可以更方便 然后我们先从第一朵花开始 第一朵花给它画的就是右上 画的是左边靠上一点的部分 左上角 先用染色笔 先用染色这根红笔 蘸一点属红 然后用我们这根白色的笔 蘸白颜料太白 笔尖蘸颜料就行了 画的时候要注意这个水分 颜色的浓淡 笔尖蘸颜料就可以 然后调一下色 然后开始来画 我们先从第一片花瓣开始 然后我们先加上颜色 画的给这个花瓣的边缘 成一个波浪的线条 然后加上色之后 染色笔的笔尖加点水 染色笔的笔尖加水之后 染下来 蕴染一下 然后现在用我们的白色 太白 然后给它接染下来 这就是接粉法 颜色有点浓 水笔上加水 就是这个白色颜料 开始加水 白色这根笔上 开始加水 然后给它 润染下来 让粉色和白色 自然的衔接到一起 然后到下面 给它衔接好 这样一片花瓣就画出来了 颜色你可以让它颜色再柔和一点 颜色再柔和一点 这个是第一片花瓣 然后我们接下来画第二片花瓣 颜色可以稍淡一点 然后这个加白色这根笔 也不用调太多的太白 上面保证有一点水分 然后开始画第二片 在它侧边的一片花瓣 加上色之后 用水笔 用这个色笔 润染一下 然后用太白 给它衔接起来 然后太白就跟笔上加水 调和一下 让颜色自然的润染开 自然的润染下来 下面可以稍微让它 稍微的白一点 衔接起来 边上你想要留水线的话 可以让它留一点点的水线就可以 这样两片花瓣就都出来了 挪一下 挪得稍微近一点 然后接下来我们画边上的这一片 边上这一片同样是染色笔 上加点水分 调和颜色 然后我们用眼色笔 给它润染一下 我们这个白色笔给它衔接下来 然后这个颜色就 接染到一起了 这是一个反正的一片花瓣 然后是这样子的一个形态 然后花瓣边缘是这种波浪形的 给它画出来 然后我们接下来画里面的这片花瓣 里面这片花瓣颜色可以稍淡一点 然后可以染色笔上加点水 同样给它这个波浪的形状给它画出来 画的时候要注意花瓣的形状 然后加上色之后 然后我们现在用太白给它润染下来 然后水笔上加点水 不是这个白色笔 这个白色笔 加点水 运染一下 让它这个颜色很柔和的下来 这个花瓣也出来了 我觉得没有染人的过来 可以稍微的给它再染一点 然后继续画 然后接下来这片花瓣可以画的低一点 然后给这个花瓣的轮廓画出来 然后开始加接粉染进来白色接粉一下 两个颜色自然的衔接到一起 然后给它润染下来 给它润染下来 把这个花瓣染均匀一点 现在它这个中间的地方 我们等会儿要给它画上花蕊的部分 我现在继续画这个花瓣 然后这边上我们可以再画一小片花瓣 然后给它润染一下 好 这个花瓣也出来了 加点水分 然后把里面的这一片给它画出来 然后这片花瓣让它翻过来了 可以让边缘再稍微的红一点点 好了 就是这样给它再点染一下 在它没有干的情况下 可以让它稍微的再加一点点色进来 然后让它颜色接染一下 然后让它颜色接染一下 加上太白接染 然后这个花瓣可以让它略微的红一点 好了 就这样就可以 然后给后面的这片花瓣给它一画 这是两片花瓣 中间窝起来了一片 然后同样的是把这个波浪线画出来 边缘加点输红 然后用水笔 用我们这个白色这根笔 给它染下来 白颜色 好 这片花瓣也出来了 然后现在大家基本上可以看出来 这个于美人这朵花的这个轮廓了 就是这样 我们给它再画下来一片翻开的花瓣 然后再往上面再画一片花瓣 加上色之后 用太白给它运染下来 然后用白色接染到一起 这个就是结粉 控制好水分就可以 有的时候刚开始结粉的话 可能容易结不匀 没有关系 水分慢慢把控好之后 就会 就会给这个颜色结好了 就是一加上色之后 你觉得这个颜色没有展开 你可以适当的笔尖上沾水 笔尖上沾水 可以给它润染一下 然后这个花瓣也出来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接着画 然后给它翻下来一片花瓣 先画一片翻下来的小反瓣 小反瓣是形状较小一点 用我们的就是这个白色的这个太白这个颜色给它运染进来 自然的接染到一起 然后继续加薯红 加一点点不要加太多 加的时候加一点点 然后开始画大片的花瓣 给它翻染出来 翻染出来 先加上色 花瓣还是这种半圆形的 这个是一片翻开的花瓣 然后到这边 我们先给它勾画出来 然后这个笔啊 染色笔 笔尖上沾水 快速的 笔尖上沾点水 快速的给它染一下 然后这边也是快一点 加上色 加上色之后 笔尖上再沾水给它染开 你要是速度慢 这个颜色可能就容易有出现这个水痕 颜色就染不开了 所以说加上色之后 快一点用水笔 用我们的这个染色笔 然后加上太白 加上太白给它润染一下 接两刀一起 好了 这朵花翻下来 这朵花也画出来了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检查一下 那个地方没有染好 给它再润染一下 把它这个花麦给它表现一下 就是在它没有干的情况下 可以再加上颜色 让它再润染 然后这个花瓣想让它再红一点 好了 好了就这样 这片花瓣也让它边缘再红一点 因为它是正正面的 离我们比较近的前面的花瓣 然后这个这些都是靠后边的花瓣 好 这朵花基本上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现在挪动一下纸 挪动一下纸 我们给这边再安排一朵花 给这个方向再安排一朵花 好了 挪动了一下 我们现在给这个右边 右边偏中间的这个位置 我们再给这边再加一朵花 同样还是用我们的这种画法 先是笔尖加水 笔尖上沾点水 然后这朵花头是有点弯弯的 从这个方向开始 加上色 然后画的时候 把它这个花瓣的轮廓 勾勒出来 然后这个花瓣的轮廓就勾勒出来了 然后我们现在下面需要用太白 接染一下 太白接染一下就可以 然后那这边的颜色 可以现在让它稍微的红一点 在它没有干的情况下 可以把颜色再点染红一点 然后用我们的这个白色 这根笔自然的让它润染开 然后这片花瓣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画边上的这一片 然后加上色之后 自然润染一下 花瓣的边缘可以让它稍微的红一点 就是边缘让它红一点 然后里面的颜色 往里面过渡 这边的颜色让它慢慢变浅 然后这是侧着的这个花 这个花头是侧着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画里面的这个花瓣 可以里面的颜色让它淡一点 然后颜色加水 加水之后用我们的这个水 这个白色这个笔 稍微加点白色颜料 给它润染一下 接染下来 接染一下 对可以留边上可以适当的留一点点的水线 然后这边 同样的是加上色 颜色淡一点 颜色淡一点 然后往下面白一点 围腰的这个椭圆形的一个颜色 形状去画它 不要画的话 那形状越画越大了 或者形状画不好了 画的时候要注意这个花的这个轮廓 然后用我们的水笔 加上白色 润染进来 然后这个边 我们现在可以再加一点点白色 然后加上粉色 薯红 加完之后用太白给它润染一下 说错了 刚才加的是薯红 边缘加薯红 然后用太白润染下来 然后这朵花的形状基本上就出来了 这个花的轮廓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现在给这个花 边缘让它再稍微的重一点 然后给它润染一下 好了 然后这朵小花的形状也出来了 然后两朵花现在形状都出来了 我们挪动一下 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 可以调一个这个 画叶子的这个颜色 然后在我们要加叶子之前 我们给这边再添加一朵花 再添加一个小的花苞 侧着的一个花头 加上色之后 用水笔加一点点太白润染一下 然后底下用太白接染 注意水笔的这个水分 画的时候要注意 颜色的浓淡 然后这朵花 我们可以给它画的花瓣小一点 因为这朵花 属于一个主花头 然后这朵花就是 让它小一点在边上 也是一朵侧着的 然后这三朵花的形状 就是有高有低的 高低都是 每朵花都是 第一朵花 这朵花要高一点 这朵花在它旁边 这朵花要再低一点 高低的位置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大家在画的时候 也要注意一下 然后画的时候 把颜色加上之后 用我们的白色 太白给它接染进来 然后给它孕染进来 然后继续加一点出红 然后把这片花板 同样的也给它画出来 然后给它孕染进来 然后给它孕染进来 这个花生不是一朵盛开的 一个小的花骨朵 开了一半 好 就这样 我们现在可以看 让大家看 这三朵花都出来了 中间这朵花要高一点 旁边这朵花要低一点 然后我们现在来调 这个枝干 画枝干的话 我这里面有一点 这个藤黄跟花青色 然后可以适当的加一点 灰墨里面的这个绿色 绿色灰墨大家要是没有的话 就是花青加藤黄 加一点点褶食调点墨色 也可以调出来相似的一个颜色 加墨就可以 然后现在开始 画这个枝干 颜色放到这边 大家能够看见 然后从这个质干开始画下来 稍微加点水 顿挫一下 好了 画下来 然后这是一个质干 然后我们接下来画旁边的这个质干 画的时候要连贯一点 连贯一点 然后可以给它画起来一点点 好 这个质干也出来了 这个质干也出来了 然后它这个花头这边可以颜色重一点 然后接下来画边上的这个 然后给它画两片小一点的花图 好了 也不用给它画个特别细 这个也画完了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给它画过来一个这个小的花团 它这个花团的这个 磨动一下 这样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 这边这个花团 我们在画的时候 可以给它画到低一点 加上色之后 我们可以稍微的给它润染一下 然后我们在画面的这个花团 好了现在这个花包跟花头跟这个花朵都画出来 我现在挪动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枝干和这个 可以看一下叶子应该怎么添加 先给这个中间我们画一个这个等会儿画花园的部分 用的就是一个橄榄绿橄榄绿就是我们画枝干剩的这个颜色画到这个花里面就可以 挪动一下镜头 好了我们现在开始把它这个大家看一下整体的这个效果 现在我们给这个花和这个枝干都画出来了 现在要画这个叶子叶子我们画的时候还是用我们的这个花青藤黄 可以适当的加一点点褶石来画 这个颜色是褶石啊 然后我们先用花青调点藤黄调和一下 然后可以加点我们的绘墨里面的这个绿墨或者是这个黄色绘墨 就让它颜色偏重一点 绘墨一般我都是当墨色去调 然后这个颜色基本上就可以再加一点墨 好了 我们开始画叶子 我们从这边上画出来一缕叶子 它的这个叶子是处于这种细长的 细长的然后两边是带这种分叉的 分叉开的 然后我们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 把这个叶子给画出来 然后我们边缘可以适当的加一点点褶石 把边缘加一点点褶石给它调和一下 颜色调和让它颜色可以有一点点的过度 注意叶子的形状到这边 然后拐进来一点 然后从这边又出来一个分叉的 这一个叶子就画出来 叶子画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 它的这个颜色的变化以及过度 那我们现在画就边的这片叶子 叶子颜色可以随意一点 淡淡的就可以 然后分出来一个叉 它这个分叉也是对称的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 余美人的这个姿态是感觉很漂亮的画出来 之前画这个花画的比较少 现在感觉它这个枝干呀 歪歪扭扭的画出来 感觉这个姿态特别好看 然后我们现在给它 给它这个叶子的形状画出来 这个是一面的这个形状 然后现在画另一面的形状 然后颜色淡一点 笔尖开始加水淡淡的画出来 可以留水线也可以不留 简单的给它区分一下 好 这个叶子也就画出来 我们给就边绕 我们再给它画出来一组叶子 这个形状画出来 是一面的一个解决的 是一面的 一面的颜色 我们再给它 一个冰箱的形状 这样的形状 是一面的 相当地的形状 那一个人的一面的 面穿一面的 冰箱的形状 只是一面的 是一面的 一面的 然后把这个椰子也画出来 延伸出去 把这个叶子的形状调整一下 让它往边缘上来一点 然后我们叶子画完之后 我们调整一下这个画面 加点这个绘墨里面的绘色绘墨 或者大家就调花青加铜王 加点褶石加点墨也可以 然后我们现在给这边上 我们再画一个这个花苞 颜色可以淡一点 加上色之后 我们要用我们的这个水笔过渡一下 然后边缘可以加一点点褶石 加点褶石点染一下 然后这个画包就画出来了 颜色淡淡的 然后我们把质干给它也要走一下 先让它衔接过来 然后我们从这边 同样的可以把它这个质干画的歪歪斜斜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整体的效果 然后我们再添加一个这个花包 添加一个就是已经开败了这个花包 添加到这朵花的下面 这朵大花的下面 它是画成这样 像是一个三角形一样的这种形状 中间留一点点的水线 它是这样 像是一个扇形 围绕着像是一个扇形 中间都留的有水线 然后我们把它这个形状给它画出来 我们要加一点水 加一点水熨染一下 然后这个形状都出来了 然后调一点这个橄榄绿 颜色淡一点就行了 还是我们这个颜色 一般调一个橄榄绿 画很多这个衣服画的叶子和质干都够用了 让它转弯过来 让它转弯过来 我们现在可以等它干一干 等它干一干 我们看一下它又不用调整 然后给这边再加一个花包 然后这边的颜色就是要浅一点 我们就是画着 然后调整着我们自己的这个画面 颜色浅一点 颜色淡淡的加水 因为它是比较靠厚的一个花包 颜色让它淡一点出来 然后这个花包就画出来了 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整个画面基本上都已经画出来 画完了 我们可以等它稍微的干一干 然后给这个上面花 就是花蕊可以点一下 然后把这个枝干上面点一些这个小刺刺点个这个点 我们等这个先点 先现在把这个花蕊点一下 我们现在来点一下花蕊 点花蕊的话就是用太白加藤黄就可以 然后用我们的这个小号的这种笔来点 太白加一点藤黄 让颜色很浓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笔下颜色是很浓的稍微点一点点水就可以 不要加太多水 然后现在来点这个花蕊 就这样就可以 所以我觉得颜色太黄了 你可以要太白的颜色再多一点 可以再补一点太白 好了 就这样就可以 点上去感觉很亮 大家看吧 大家看吧 如果说你想点成白蕊也行 可以也可以点成白色的花蕊 然后 画画就是需要灵活运用 你觉得哪个颜色好看你就点哪个 你要觉得哪个颜色不好 你可以调整着去画它 点成白蕊也可以 白蕊的话也是颜色浓一点 浓一点去点上 好 这个就可以了 一个白色一个黄色的 黄色这个给它再点一点 好了 这两个花蕊现在都点完了 我们现在这朵小的花蕊 小的花蕊 我们也可以给它点一两颗 点上个两三个 就这样就行 不用给它点太多了 就这样就可以 然后 然后我们现在 就是这个画面啊 如果说大家想要勾白色花蕊的话 也好看 我给大家勾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大家在画的时候 自己根据自己的画面去画吧 你想勾 花蕊的话就勾一下 你要觉得勾花蕊不好看的话 你可以不勾这个花蕊 也可以 然后调点水 笔尖上沾一点水 淡淡的勾一下就行了 大家在绘画的这个过程中 根据自己的画面 你想要勾这个花蕊 你就勾 你要不想勾 你可以不画这个花蕊 也是可以的 把花蕊都给勾一下 我是喜欢 我是在一般画画的过程中 喜欢把这个花蕊给勾上 因为感觉勾上花蕊了 感觉好像更完整了 有一部分才都有在 什么样的 只能在一部分 刚才开转动 没有 这是一部分迢复的 你去看 一些这部分 也好 那样 叫个人 你们 有这部分 这个画面就勾出来了 后面的画面就是勾的颜色偏淡一点 好 这个画面就都勾完了 然后我们现在画完之后 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调整 比如说你觉得有个画面勾的有点太白了 你可以用你的这个水笔 干净的水笔 轻轻在你这个画面上面染一染 润染一下 就没有那么大 颜色也会更柔和一点 让它感觉融入到这个花脉里面 画的时候具体根据自己的这个花 花的这个颜色去调整 根据自己的画面去调整作品 主要是边缘 我想让它边缘融合一点 边缘它颜色 因为是粉色比较重 不想让这个白色感觉 勾的太白了 所以说我就用水笔给它揉一揉 揉一揉就可以 好了 然后这朵花现在已经勾完花脉了 我们先把边上的这朵花也给它勾花一下 然后我们先试试一下 然后颜色融合一下调盐水 用的还是太白 勾线的时候花脉一定要勾的细一点 把边上这个花叶勾一下 颜色就是淡一点也没有关系 就是隐隐约约能看出来这个花脉就行 好 这个花也画完了 然后我们同样的也是可以拿水笔 把这个花脉给揉一揉 边缘的花脉让它不要那么的白 揉合一点 后面这个本来就不是很 这边的花脉本来就是很浅的 就不用管它 这边可以让它揉合一点 好 我们给这个花脉也是到边缘的花脉给它用 水笔揉合一下 好了 现在这个作品就完成了 我们把它这个枝盖上的点给它点一下 枝盖上我们就用那个 用这个灰墨里面的绿色灰墨点就可以 大家也可以用墨色调出来一个墨绿色或者是墨加点花青 加点藤黄调和一下 然后点上参差不齐的啊 这种小点小点点给它点的 不要点的很均匀或者很有规律 自然一点点上去就可以 这都是画面的细节部分 该画的一定要给它画上 拨一点点 就 active了 优优独播剧场上去 就好 回答 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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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看这边上的 然后把边上的这个点也都给它点上 用的就是这个绘墨里面的绿墨 绘墨我个人是感觉用着很方便的 特别是画这种装表好的这种卡齿 画木骨画真的是特别方便用着 好了这个点点就点完了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这壶画的整体的效果 好了这个鱼美人就画完了 让大家看一下整体的效果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